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陆下影响环球资产走势因素有很多 特別多人討論是加息退市和否出現超級通胀的問題 直接會否影響黃金價格走势 就是最多投資者關注 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副環球Robin聊天 Hello,Robin你好 今天幫大家拆解一下 究竟接下來的金價受到各項環球的利率因素影響 收水影響 究竟投資者應該如何部署 我想最近比較多人說的都是通脹 因為傳統上黃金和通脹的關係也比較密切 現在每個月看到不同地區的通脹數據 都是一些十多年高位、三十年高位 其實你感覺上這個話題 會不會對黃金價格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撐作用 這個因素一定有 因為美國的通脹問題也挺高 你剛才也說到30年最高的位置 其實這段時間黃金的上升也反映到 其實不單止美國的 全世界的通脹率也上升 尤其是如果看回十年期的平穩通脹率 其實現在已經去到16月內的高位 所以反映到其實投資者是利用黃金 去做一個對沖的工具 有時市場就突然間發現通脹高和預期高 就會想起黃金的資產 但同時你也會想起如果通脹高 例如我們這張圖說 美國十年期的Break Even Rate 其實到達差不多2.5% 其實短一點看五年期 其實都超過3% 即是高於聯儲局的目標的利率 即目標的CPI 2%以上 可能會引發提早加息 又或者會不會加快收水步伐 這件事又會有機會利淡金價 你怎樣看這個正反兩面的因素 當然 因為其實黃金是一個很特別的資產 它對抗的因素很大 尤其是利率 美元的走勢 利率等等 當然利率上升 短期內會影響 其實金價 其實我覺得上半年 已經反映了美國聯邦處長 會下年加息 所以上半年黃金的表現是一般的 尤其是第一季度下跌了10% 但其實現在投資者已經開始消化這個消息 就說 OK 他們下年 美國可能第三季 第四季會加息 但其實因為通脹的壓力 都會令到投資者 去慢慢增加對黃金買賣的量 我想通常不只是唯一的因素 其實也要比較一下 究竟一個回報上是否持有資產為之吸引 很多人說黃金的關係 跟通脹不是這麼多年來 超級通脹期的correlation這麼高 反而跟實質利率的correlation更加高 其實Rovan 在你們的研究中是否真的 也是的 我們看了這麼多數據 美元 利率 通脹 其實最重要的 最主導金價 其實是美國10年的實際利率 就是real interest rate 其實這50年來 其實最主導都要看回這個利率 你看回現在的圖 這20年 你看回那個對向 都是很negative的 尤其是現在看回10年的 國債real interest rate 其實已經去到負1.1左右 其實都是一個歷史新低 接著2010年的低位 一直都漸漸 是的 更低 因為通脹有壓力 而且它的利率逐漸逐漸減低 因為它會支撐市場 所以這個因素其實令到 尤其是去年黃金的價格 上年是升了大概25% 今年雖然是有少許跌幅 但是這個原因 都是支撐着黃金上升的袖勢 這個圖給大家很清楚看到 因為經常說過實質利率 real interest rate 即是用10年期的國際利率 扣了通脹 所以有時通脹越高 其實反映負利率 情況越嚴重 在2009年那裏摸了頂 一直回到2010之後 一直坐下去 我們最近都在大約2012年 2013年左右的低位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 實質利率再負多一點 引發到大家覺得 不是 我買黃金 好像比較便宜 另一邊 其實我覺得 例如看實質利率 其中一件事 可能主導著短期的金 情緒 但很少人拿出來說 通常我們商品都喜歡看供求 看實質有沒有一個需求 其實黃金方面 那個需求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有沒有多另一個推動力 可以有條件 幫助金價有力一點 是 其實剛才提到 黃金是一個很特別的資產 其實看到這個圖 其實有四大的板塊 去支持黃金的需求 或者黃金的金價 第一是首息 第二是工業 第三是我們好吃的投資 第四就是 央行銀行的賣賣 其實看回 最支持黃金的需求 其實是珠寶的 譬如我們的戒指 或者手鏈 其實全球每一年 需求都佔大約50% 所以說 為什麼內地的經濟 或者印度的經濟 是會增加的 其實反而 首息的需求 是會增加的 所以我們覺得 夏年尤其是 珠寶應該會 有一更大的支持 去支撐黃金或者金價 工業當然就是 比較周期性 工業就是可能 電腦 電話 都需要一些黃金 去做一些支撐 最近科技 其實都用多了黃金 是的 科技就很需要黃金 去做一個工業用途 大概佔大約8% 全球的需求 投資當然我們很熟悉 就是佔大約30%左右 投資的部分 就是逆周期的 就好像說 去年的市場那麼差 其實我們看到 投資的部分 是有歷史新高的 譬如是黃金ETF 以及 Bars and Coins的買賣 當然今年的投資部分 少了 但是有些投資者 是買入黃金 去做一個 負責對沖 最後就是 央行 央行買賣 其實很特別 因為其實央行 除了黃金之外 其他金屬 是不會買入的 他們對銀 其他銀行 都沒有什麼興趣 他們佔大約12% 每一年 為什麼他們買入黃金 就是因為他們 都是一個很大的 機構投資者 他們都需要黃金 去做一些分生投資 做儲備 是的 我看到其實 央行持續買金 這件事 無論是去年 以至到今年 其實疫情反覆 一直都沒有什麼 停止過 去年有幾個月 其實有些人都會說 央行可能停了 會不會等一等 金飆得太厲害 但是我看到今年 譬如世界黃金協會 都會定時公佈一些 數據 譬如看到 央行在今年的第三季 正買入幅度 也有69噸黃金 去年 正買出了10噸 而且過去幾個季度 大家都說 好像他們一直上升 譬如有些俄羅斯主權基金 之前說 壓估了一些美元資產 反而 就拿去買多些黃金相關 接下來 那麼多的因素 你覺得最持續支持的實質因素 或者佔的比例 會拉高的 會不會反而在央行上 這個比例是逐漸 逐漸上升的 因為如果看回10年前 可能央行 只是佔大概5%的全球需求 你剛才已經說到 其實現在很多 尤其是新興市場的央行 土耳其 俄羅斯 都大量去買入黃金 所以其實看回這10年的數據 其實央行都是正買家 那為什麼這個趨勢 就是他們覺得 金融開始之後 其實他們覺得 需要黃金 去做一個分產的投資 和保值的作用 其實投資者 有沒有這麼多看 譬如首息需求 那些 是否真的影響了投資情緒 也有的 尤其是 因為其實我本身 都遇上了黃金 十幾年 我最記得是2013年 那時候 那人大媽 是買入黃金 風格買入 那時候真的支插到黃金的金價 一千元那時候 支插到1300、1400 所以首息 很多人不會聯想到 首息去支持黃金的需求和金價 但是看回數據 其實50% 大概一半 是需要首息這個行業 去支插黃金的需求 剛剛Roman提到 特別是說中國和印度 因為就是全球頭兩大 這些首息的需求地方 去年就特別差 因為疫情封關在印度那邊 其實都頗嚴重 但是我看到 今年下半年開始 其實就持續的需求 重新上來 最新的數據 譬如第三季 全球那些珠寶首息行業的需求 是按年增長超過30% 主要都是由中國和印度帶動 看這個趨勢 會不會隨著印度那邊的疫情 再好一點 又或者中國那邊 大家都 還有錢 會買回來 不過我記得 差不多年底 甚至一年的年頭 其實這些需求 亦都比較旺 有些季節性的利好因素 尤其是 上年 因為你知道印度和內地 結婚的時候 要收到黃金 可能今年是延避到今年 或是夏年 所以 首息黃金的需求 夏年一定會比今年 或是上年的數據 我們看到 這裏 大概和大家 交通了 黃金的一些重要的需求點 中間 提到投資那邊 我覺得可以再說多一點 除了剛才Rowin提到一些 金條相關之外 其實很多人都會關注著 你剛才提到的 譬如一些ETF 相關的趨勢 在這個圈裏面 譬如你也教我看 看回其實那些比例 你剛才也提到 譬如一些投資相關的比例 其實亦都會增加 去年那個比例 看到彈幅是比較多 是嗎 今年就好像 頭九個月 就差一點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是追上去 是的 當然 看回頭這六個月 或者九個數據 ETF投資那邊 是比上年差的 其實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上年 疫情的問題 很多投資者 已經大量賣入 黃金 ETF 和金條 所以今年 看到一些回條 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尤其是看到今年 首息的需求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頭九個月 已經是差不多 高於上年的數據 所以剛才提到黃金 是一個很特別的 asset class 就是當逆市的時候 會增加 以及不逆市的時候 也會增加 今年 反而看回近段的數據 投資是多了的 因為始終 夏年對通脹問題 和憂慮都在 所以這幾個星期 反而看到多些投資者 就是買入黃金ETF 去做一個秘遜 是嗎 因為我看到第三季 ETF為首 其實就是正外流 令到整體全球的 黃金需求的總額 都跌得很明顯 即使剛才我們說 剛才那些 比如首息 中央銀行支撐 科技所需求 大動 但都敵不過 ETF歐流 令到整條數 跌了下去 有很多人就問 譬如你在ETF的走勢來說 究竟是雞鮮還是雞鮮的問題 究竟是能夠走前於金價 作為一個領先指標 還是不是 金價爆上了 接著 化行商那些 是幫忙一起買上去 因為要 等回自己的產品 的時候 形成一個偶爾買 才要再推高價 究竟關係是怎樣 ETF是跟蹤金價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工具 去幫投資者追踪金價 因為ETF的成交量 比起全球 黃金的成交量 其實很低 黃金ETF的成交量 可能有100億左右 其實佔大約1% 黃金全球的成交量 這樣很少 很少 最主導金價 其實都要看回OTC的市場 尤其是倫敦那邊 以及美國期貨那邊 即Commerce那邊 最主導黃金的金價 所以看到其實金價 為何晚上 你覺得好像波動很厲害 因為美國那邊 主場在那邊 以及Commerce那邊 可以提供 可能波動性會比較高 但是黃金ETF 作為一個工具 其實是跟蹤金價 一對一的 好 稍後都會知道 譬如有很多ETF 大家都會見眼見熟 2840等 那些持有實金 其實追蹤不差 都是很低的 因為一直持續追蹤著 現貨的走勢 我們看到 譬如ETF的持有量 都比較貼近那位 不過10月之後 其實有少少 都是outflow 看看如Robin所說 會不會大家慢慢 在這些位置吸納 我們繼續追蹤著 ETF走勢 其實某程度上 都會看到 黃金的走勢是怎樣 另一邊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回顧 2021年全年 其實經常都會 拿些資產出來看 就說 商品市場整體表現很好 但始終黃金 就很不生性 去年升了兩成半之後 今年其實就表現不濟 大部份時間都是健紅的 Robin你會怎樣解構 這麼壞的因素 以及明年的第一季 你覺得 有沒有機會 好像之前那樣 一年好 一年差一年好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看這兩年的數據 其實黃金的表現都不錯 因為其實 你看回商品 上年跌了23% 今年升了42% 那不代表 那個表現是比黃金 這兩年的 如果看這兩年的數據 其實除了環球股配業之外 或者房地產 其實黃金的表現是第三的 為什麼今年這麼差呢 就是因為 第一就是去年升得很厲害 25% 因為看回這幾十年 黃金每一年的增長 其實都只有8-9%左右 這30年 所以去年的表現是很好的 其實今年就看到很多投資者 當然是回套 一個高位 而且始終太多加息的因素 不停說 是的 但是剛才都說到 其實我覺得 這個消息 其實上半年已經反映了 因為其實看回上半年 或者第一季的表現 其實跌了10% 現在黃金跌了2% 當然比其他的資產 是有少少失息 但是其實已經慢慢在追回表現 如果看回這兩年的表現 尤其是 如果你真的去年年頭投資了的話 其實你已經賺了20%左右 是的 所以要這樣看 因為其實一年的表現 當然要看 因為黃金的因素 影響黃金的因素 經常是太高 是的 美元的利率 其實黃金要看長期的表現 尤其是兩三年 四年五年的表現 是的 前陣子就是一度說通脹 令到黃金 其實由低位 就是夾回上去 但是始終都好像 未能突破 譬如6月左右的高位 1900元以上的水平 那如Roman所說 更多因素就是 美元轉強 又或者美國為首的 一些長期利率向上 也有些不利黃金 Roman 你這個猜測 是否想告訴大家 只要不跌穿1700元 都安全 是的 其實我們的分析 和很多全世界客人談 其實1700元這個位置 是很平均的 因為其實 看回這一年的數據 其實每一次 嘗試跌破1700元 都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可以看到 當然現在的金價 在1800元徘徊 但是其實 1700元和1900元這個位置 其實我想 保守來說 到年尾都是這個位置 因為 其實我覺得 反而這個位置 是很好的 因為可能 1700元被投資者 切納 以及1900元 如果想的話 就可以放一放 但是 如果你真的看長遠的 performance 來講 尤其是夏年 或者兩年後 黃金這個 上升應該會持續的 因為剛才提到 珠寶行業 央行 以及投資 那邊 尤其是通脹 壓力 有這麼多的話 其實我們很保守 說 夏年可能會 有機會 可能去到1900 或者2000 的位置 你提到 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經常大家都想 短線炒賣 但是其實有時候 拿黃金 或者拿黃金相關的 一些產品 其實公眼界 是否應該是 拿長 不要連連 不斷買完 又沽完 股質的倉底 其實應該是 有某一個portfolio 其實有多少% 長期放在黃金上 有沒有這樣算 是為之最好的 有的 我們到府都鼓勵大家 長期持有黃金 我們其實建議 大概2-10%的 黃金投資 當然要看你個人 有多少股票 以及你的portfolio 是中等 或者保守 激進 其實我們做很多分析 如果你有很多股票的exposure 其實你應該增加你的黃金分配 很簡單 譬如你有一個中等風險的portfolio 這個是60-40的portfolio 即60股票 40的债券 其實你增加黃金10% 其實幫你整個portfolio 減低5%的損失 其實很powerful 因為只有10%的黃金分配 就是幫你減低 你整體的總損失 就是全部投資組合的總損失 這個分析和分析是很勤勁的 我看你這個是由1991年開始到今年的年中 半年結 這樣去整體的表現 假設一個portfolio 所以我覺得就算高風險的投資者 其實某比例 可能你放2-30% 其實都是合理的 即是在金上 因為始終金一時又反映地緣政治風險 一時又反映一些 又或者不知道 總之一些股市下跌的時候 例如去年COVID的時候 其實市場跌得厲害 其實我發現黃金的抗跌力 其實在這麼多資產裡面 反而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長期放在這裡 就不要經常想 小小的因素 就會迫你放了它 其實位置是最好的 是的 那ETF的部署方面 其實有沒有什麼心得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黃金ETF 都是跟蹤黃金金價 其實這個黃金ETF 尤其是270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和一個很便宜的方式 去買入黃金的 尤其是可能和一些 譬如一些省客傾 就說他們覺得買黃金很貴 譬如去一間銀行 或者去一個售息店 他們通常要比那個差價都很高 是的 譬如1-5%都有 但是黃金ETF 其實差價是很少很少 0.01%左右 其實你買入黃金ETF 其實已經買入現貨的金價 當然也是建議 大概2-10%的黃金ETF的分配 還有長期持有 都可以的 短線可以有少少的走出走入 但是核心磡倉 阿Robin建議可以放一些 大概2-10% 希望今天我們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謝謝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等一下 按摩